昨天晚上九点多国道警察在台南新营北上路段处理一起连环车祸 处理完了准备收队要返回车上时有一辆黑色的轿车 突然以80以上的时速冲撞过来 把新买的双B巡逻车整个车尾都撞烂了 所幸当时两名远警及时的跳开逃过一劫 晚上九点多处理完交通事故的远警正准备收队回返 没想到一辆黑色轿车突如其来冲撞过来 两名远警及时躲入一旁的护栏内逃过一劫 这起事故发生在中山高台南新营北上路段 当时国道警察刚处理完一起连环车祸准备反对 开着黑色轿车的无心男子突然切到内侧车道 无视于三角锥也没有注意到警车上的闪灯 直直往车尾撞了上去 所幸无人受伤 警车上的警示灯200公尺外就能轻易 看见无心驾驶的说法警方觉得很奇怪 还要进一步追查厘清事故原因 只是这台双B巡逻车才刚买就撞成这副模样 叫国道警察实在好头痛